香港有沒有可能月入6,000元的家庭可以居屋的單位呢 你想想現在我們一個人申請公屋都是8,000-9,000元入室限額 一個人申請的那些客人 那你如果是6,000元我們覺得他們可以用縱門點 所以如果你說匪夷所思 如果你說6,000元收入可以去賣屋 其實香港是只可以適合去租屋的出租單位而已 如果出租單位 現在說一瑞房那些 三十多平方米那些都兩千多元要租的 所以如果6,000元也是挺辛苦的 就算是公屋也 那李顯龍是不是真的派堂呢 就是爭取選票 所以其實是一個大選的選票 所以他現在是派堂給新加坡人 就是想想一些低收入的人士呢 那梁振英也想的 是啊 做到這些位置的人都是 都是盡量是希望爭取選民支持 拿票嘛 那李顯龍也更加是啦 因為他是總理 他也經過選舉勢力 雖然新加坡九成幾都是人民行動黨的 但是始終都有不滿的聲音 我自己做了兩年去 都聽到那些駕駛的士那些都很多怒吵的 就是對政府 是啊 因為收重稅嘛 那些錢都沒有了 被政府拿了 你想想整個新加坡是 住在政府那些是八成 一成多就是私樓 還有幾個百分之就是需要政府幫的 現在政府做完這些招呼的話 就希望可以全面全包入政府的網 你知道新加坡是絕對是一個 父母型的大政府主義的嘛 家長式的嘛 是啊 由你出生到你死 他都是基本上照顧你 還有管教你 還有規範你 是 是 是 住屋當然他也知道住屋是一個 社會上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 你想想以前 董建華有說八萬五有說七成人要擁有樓宇 到以前的麥利浩十年建華計劃 我們這次這個長遠貨屋策略 這個在說是第三次的十年 建屋的計劃的一個社會 討論的一個文件 接下來下個月就會有的了 但是遠遠我跟新加坡 就很難說 因為始終兩個社會很不同 他私人物業只是只有十幾個百分之 和很切聯絡的人 和公營房屋 是 同意 共和香港就不一樣 香港 你也知道地產商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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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 Thunder 那分明十十年就造成今天的禍 Пот Amy 而我們現在追追追追追 我們出這個文件就很為厚很大本 希望可以社會上討論 我們還在說一些很原始的事情 就是介定社會上哪些是最需要幫的人 我想新加坡已經 介定得很清楚 一幫當然是最後要幫的人 你可否透露一下現在有些什麼 我們還在說沒有上樓 沒有基本一個叫做適切居所的房屋居住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說住屋 很不幸 我們是比新加坡很落後的